大家好,我是咱们今天讲座的第一位老师,比特,然后现在在百度USA,也就是百度research工作,然后我的position是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然后是毕业于CMU, 对,我们现在在百度research,在人工智能实验室主要focus上的领域是语音的合成和语音的识别,就是speech recognition,还有一个speech synthesis,主要是做语音的一些相关的一些model,这是我自己的一些基本情况,好的,谢谢皮特,大家好,我是东, 我是来自Splank,是一家big data的software company,然后在三番,我的职位是software engineer in machine learning,然后我的所在的组就是Splank的core machine learning组,我的背景呢,我在加入Splank之前,我是来自在参加了一个data science的bootcamp在Gavenize, 在那里呢,我学会了关于machine learning的所有的技能,在此之前,我是在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念了PhD,是在mechanical engineering和aerospace这个engineering方面的, 然后非常荣幸今天能有机会和皮特老师一起和大家分享我们从业以来这些经验,也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在今天花出这么多时间,然后陪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然后今天是我们,我们这个machine learning系列个程的,系列讲座的第一节课,然后这是我们的outline, 今天我们会讨论以下五个话题,一个是why machine learning,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讨论machine learning,为什么machine learning现在这么火热,这么流行,然后第二个呢,就是machine learning到底是什么,就是很多同学可能就是听说过,但是并不了解,然后我们今天稍微给大家就是试一下在我们眼里,这个machine learning它到底是什么,第三个就是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就是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它到底在做什么,像我们的 我们这样的在公司里面,就是从事软件开发也好,从事科研也好,我们每天到底会做些什么样的任务呢,然后第四个部分就是,what makes a 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是如何成为,是什么样,就是构成了一个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我们的skill set是什么,我们需要学会什么样的技能,然后第五部分,就是可能大家更加关心的,就是怎么样去找到一个, 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的职位,或者说公司,或者说公司,他们招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的时候,他们想要招什么样的人,他们想看什么样的技能,然后我们也不会给大家带来几份这个job posting description的讲解,然后在我们这个讲座的过程中,如果同学们有问题的话,可以通过QA的那个session,给我们提问,OK,首先,我们可以通过QA的那个session,给我们提问,OK,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话题,why machine learning,先给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大家看这个google trend的话,我们收入一些和machine learning关键词,比如说machine learning,data science,artificial intelligence,然后看它在过去五年之内,它的trend,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蓝颜色的是machine learning,它在最近几年之内,就是took off, 然后上升的这个频率比较,这个上升的幅度比较大,也就说明了machine learning,作为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个核心技术,核心概念,它在业内的这个流行程度,根据谷歌的这个搜索关键词词,来看的话,它这个也是非常的这个显著的,当然其他的这个,像tata science也好,像artificial intelligence也好,也是近两年,然后也是逐渐的这个火热起来, 然后我们为什么要讨讨这个machine learning呢,这是和我们当前所处的这个科技技术环境是有关系的,随着我们现在就是大数据时代,数据越来越多,就能这个说到2020年会产生这么多的这个data,然后呢,这个data所在的这些devices,所所处的这些设计, 设备也会越来越多,特别是现在这个IoT,Internet of Things或者叫做物联网,然后我们会有就是海量的数据的同时,也会有海量的设备,同时呢,我们就cloud computing,然后使我们这个计算变得更加的便宜,然后也更加的scalable,我们可以迅速的把我们的这个计算扩展成为,就是大规模的计算这么一个尺度, 再有一个呢,就是跟和这个我们的存储技术也有关系,当我们可以快速的存储,然后很便宜的去存储大量的这个数据的时候, 然后我们都会就是面临这个大数据的这些问题,同时呢,我们的machine learning,它本身作为一个领域,它的核心技术也一直在这个发展,它的很多的新的这些算法, 啊,会不停的玩上,不停的开发出来,包括很多的这community的这些,这些development,包括很多公司把他们的machine learning的这些算法做了开源,然后产生了一些社区,使得更多更多的人,就可以接触到这些,原来是proprietary,就是proprietary的,就是公司私有化的那些算法, 啊,现在是更多的被管大,就是群众和研究者所接触到,使得这个machine learning本身也更加的平民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根据我们这个data science这个领域的崛起,因为它也被叫做这个21世纪最性感的专业,根据这个的崛起的话,我们也会需要很多很多的machine learning,啊,这样的技术的支持, 这也导致了我们现在machine learning,啊,是成为我们的硅谷的一个buzzword,当然也不只是硅谷,也是全世界的buzzword。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静养的,杨兰坤的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quote,说, 啊, most of the knowledge in the world, in the future, is going to be extracted by machines, and will reside in machines。 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未来的世界里面,我们很多的大量的知识,它不仅是在,它不仅是被机器来获取,来分析,它也很多时候就会存留在机器里面。 所以这也带来了我们一个需求,就是我们希望啊,在我们这个人类,就是了解,就是这个世界,就是获取知识, 然后通过这个知识改变世界的同时呢,也可以去交汇计算机,交汇这些machine,让他们能够学到一样的一定的能力,帮助我们去搜寻, 获取,处理,分析,然后做一些啊,决定,然后,然后达到我们这个啊,这个整个knowledge space的这个advance。 所以这也是啊,另一个我们为什么要讨论machine learning,和machine learning有什么流行的原因之一。 很多同学对machine learning的还不是特别了解的话啊,但其实实际上你已经在生活中,你碰到了很多machine learning的这个应用了啊, 比如说你们去Amazon上面这个啊,购买商品,比如说去Netflix上面,就是观看电影之类之类的,然后去一些啊,这个音乐播放平台,包括Pandora,Spotify, 然后你们可以接触到machine learning,就是作为引擎的啊,一些recommendation system。 啊,比如说你们上Facebook,或者你们看,就是读这些,就是啊,Google news,然后你们看到了很多那些posting, 这些都是通过machine learning的方法,把你们做好了这个啊,这个filtering,和推荐, 然后更多的像一些personal assistance,包括Google Now啊,这个像这个苹果的Celia,之类之类的,像现在更加流行的这个啊,无人车, 然后啊,就是脸部识别,然后啊,就是这个字体识别,等等等等,这些都是machine learning, 应用在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那么问题来了,到底什么是machine learning啊? 啊,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然后如果你到硅谷里面,街头上面抓十个人, 然后问他啊,什么是machine learning,可能你会得到十一种答案,啊,对,数学没有错,你会可能得到十一种答案, 因为有些人都不知道这machine learning有没有一个正确的unified的定义, 但是他就认为啊,这是他们想象中的一个machine learning的啊,这个啊,这个样子, 那我们不妨看一下,machine learning它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从中我们可以看一下啊,machine learning这个啊,这个领域它的一个定义, machine learning我们一般分为,就是一般来看我们大致分为两种啊, 两种问题,一种叫做supervised learning,就是有监督的学习啊, 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去训练一个机器去学习啊,一项技能, 那么我们是给这个机器,给这个计算机一些guidance, 让它有一个啊,标准的这个模,这个啊,模型,或者有一个标准的啊,这个啊, 版样,然后让它去学习一个machine learning的这个模型啊, 具体来看呢,它大致分为这样两步啊,一步叫做chaining啊, chaining stage,一个叫做这个就是prediction stage, 就是蓝颜色的就是属于chaining,然后这个啊,绿颜色属于这个prediction, 在蓝颜色来看呢,比如说啊,这是我们的一般的这个数据的input, 就是我们数据的这个来源,然后在有这些来源的同时呢, 我们通常会有一个label,这label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啊, 就是一个目标的一个版样的啊,这么一个人工输入的这么一个信息, 然后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啊,input data, 它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包括这个人工手动输入的那些数据, 包括你的文本的信息,包括啊,这个图像等等等等,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啊,啊,这个factorization的方法, 把这一些或者叫做feature extraction的方法, 把这一些原始的这些raw data能extract出来, 再去啊,transform成你一个这个feature, 这是作为你这个模型建立的这个来源之一, 然后呢,这个feature和你的label,就是和你的目标, 结合在一起呢,我们就可以建立了一个supervised machine learning model, 这就是作为一个训练的这个stage, 当我们要去看到新的数据的时候啊, 新的这个新的这些text data, 新的document,新的image的时候, 我们可以同样的把新的数据啊, 转化成为一个feature vector, 然后呢,就通过刚才我们训练好的一个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 然后建立一个prediction,啊, 然后得到一个expected label, 这就是我们就是supervised learning的啊, 一个目的,或者一个啊方法, 然后给大家讲一讲这个supervised learning里面, 两种啊,两种比较常见的形式, 一种形式呢,啊,就是如果我们的问题, 是要寻找一个变量, 然后这个变量是连续的啊, 是连续的continuous的一个variable, 那我们通常把这种这一类问题叫做regression, 叫做regression啊, 这个例子上面来看啊, 如果这是我们的x, 这是我们的y, 就是我们有这样的feature, 我们有这样的y这个target, 然后我们希望能建立一个关系, 然后使我们能够通过feature去预测这个target, 也就是说机器啊, 这个计算机, 它能看到这个feature同时呢, 就能预测出一个target, 然后怎么做呢, 我们一般都是啊, 就是fit这么一条curve, 这么一条curve, 使得我们建立啊, 一个啊, 啊, feature和target之间的关系, 然后这个target呢, 它是一个continuous的variable, 它是可以连续变换的这么一个啊, 啊, 点亮, 所以这是啊, regression, 然后第二种情况呢, 叫做classification, 这个时候呢, 我们所面临的这个问题就是, 如果我们有很多的数据, 它有不同的这个label, 它的label是啊, 是离散的啊, 比如说你想预测啊, 一个啊, 比如说你跟一个啊, 一个聊天的人, 聊天你想预测它是男的还是女的, 就是它只有可能是这两种情况, 所以这是叫做一个discrete的一个label, 或者叫categorical的一个label, 然后呢, 如果我们想通过这个你手上有的这些信息去预测, 这么这么一个label的话, 我们就管这一类问题叫做classification, 然后这个slide的意思就是给的这个例子呢, 就是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feature, 这样啊, 一个第一个feature和第二个feature, 这是在它的feature space下面一个dipmentation, 每一个点就代表了一个data point, 然后橙色呢, 就代表它是属于一个class, 然后这个灰色呢, 属于另外一个class, 然后我们希望能建立这个模型呢, 就是能够帮助我们, 就是智能的去区分出来这两类啊, 这两类啊, data points, 然后怎么做呢, 一般我们都会就是啊, 通过建立这么一个decision boundary, 帮助我们去区分这两类问题, 所以这就是啊, 一个classification的这么一个例子, 刚才讲到了, machine learning的话, 一般分为两大类啊, supervised和unsupervised, 那么我们刚才看到supervised, 那么至于unsupervised的话, 和刚才也是比较像呢, unsupervised就是无监督的学习, 就是我们在训练一个啊, machine learning model的时候, 我们并不知道它的这个target, 或并不知道label, 所以刚才看到这一块部分啊, 就没有了, 然后呢, 我们只是通过这个原始的raw data啊, 它本身的这些信息, 通过这个feature vector, 我们啊, 建立这么一层,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 然后帮助我们, 对新的data进行prediction, 你给大家带来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就是啊, 叫做classroom, 是classroom, classroom的意思就是, 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data, 和刚才这个classification的这个情况很像, 我们有两个, 两种feature, 然后这么多data point, 但是和classification不同的呢, 就是我并不知道这些啊, data point, 它的label是什么, 就是在我看来, 它都是和颜色的, 我也不知道它颜色, 这是我们的input, 我就不知道, 但是我能做什么呢? 我能通过观察和分析, 这些data point, 它自身之间的这些关系, 或者说相似度, 这样的话, 我能把它们归为啊, 就是把相似的一些归为一类, 然后比如说是这样子, 我们把这些data point grouped tightly together,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啊, 从机器的角度来看的话, 它可以就认为啊, 这四个点, 这四个data point, 或者这四个instance, 它都是属于这么一类, 这些都是属于另外一类, 这是一个clustering的一个简单的例子, 然后是dimensionality reduction, 这是另外一种machine learning的方法, 比如说这是我的data, 这是我的data, 然后它如果你的feature特别多的话, 如果我们feature特别多的话, 那我们可不可以把它进行压缩, 比如说我可以取出它一些有这个有信息的那些方向啊, 这些角度, 然后使得我们就是对我们的数据有加缩, 然后可以更好的更方便的就是对我们的数据进行挖掘, 一个例子就是啊, 像pca之类的, 刚才讲了这个machine learning的这些问题, 那么怎么样去解决呢? 怎么样去解决呢? 一般我们就认为有这么三个component, 一个叫做hypothesis, 或者叫做representation, 也就是说你要去建立这么一个模型, 去描述你的数据的input和output之间的关系, 这样的模型呢, 可能是你这么一个regression, 也可以是这个啊, 其他的这个decision trees, neural networks之类之类的这些关系, 第二个呢, 叫做loss, 就是你怎么样去evaluate你的模型的好坏, 它就是一个measure of the degree of fit, 就是啊, 你的模型见得多好, 第三个呢, 叫做optimization, 啊, 这就是怎么样去, 啊, 去寻找你最佳的这个参数, 使得你的这个evaluation的这个啊, 得到这个结果最好, 所以hypothesis, loss, 和optimization, 这三种, 然后我一般经常啊, 就说这个, 如果我们把它就是解读起来的话, 我一般把这个描述成为一个啊, 世界观啊, 啊, 就是世界观, 这个呢, 就是一个价值观, 一个呢, 就是方法论, 所以世界观就是你基本这是你的, 怎么样去描述你的世界, 机器怎么样去描述它的世界, 第二个价值观就是啊, 机器怎么样去啊, 衡量它的价值, 啊, 第三个就是方法论, 怎么样去得到这么一个解误, 然后这也是在我们最流行的, 这个deep learning的framework, tensorflow里面所采用的这么一个paradigm啊, 啊, 他在他的documentation里面写了, 啊, 分为这三个stage, influence, loss和training, 这是和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三个阶段是非常非常像的, 好, 这个时候同学们问了很多很多问题啊, 非常非常之好, 我们可以再等会, 啊, 我们QA环节一起对待, 大家进行解答, 好, 接下来我们第三部分的内容就是, 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他到底做什么呢, 一个典型的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啊, 在,在业内呢, 他可能就会就,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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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建一些, 然后实现一些, Machine Learning的这些, production system, 比如说, 像, recommendation啊, personalized ranking啊, 他可能就是来维护, 这个Machine Learning的, system, 包括他这个, 你这个Machine Learning System, 这个性能, 反应的速度, 然后他的可靠性, 等等等等, 也有呢, 就是, 来构建, 这个, 公司内部, 或产品内部的Machine Learning的, framework, 使得呢, 其他的人, 其他的人, 包括, 其他的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和Data Scientist, 他们在做Machine Learning相关的, 这些tasks的时候, 可以更加方便, 更加快捷的去实现他们的, 这些, 这些工作, 包括做一些training test啊, 怎么样去创建这些features啊, 怎么样去存储数据啊, 包括怎么样去deploy, 他们Machine Learning的model, 这个都是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s, 他们可能会做到的啊, 这些, 这些工作, 当然也包括了很多research相关的啊, 就是怎么样去研究开发新的Machine Learning的算法, 但实际上呢, 这也是要根据不同的公司啊, 根据不同的公司, 然后每个公司对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的这个期望和定义都是不一样的啊, 比如说像我们公司, 像我所在的这个职位, 像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的话, 我们相当于是要为公司它产品的本身的这个产品, 再多搭建一层Machine Learning的这个application啊, 稍微花点时间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这个产品, 我们是相当于做一个big data的platform, 做的是日制数据, 这样的话就是企业, 其他企业在管理他们内部日制数据的时候, 可以使用我们公司的产品去啊, 进行存储搜索啊, reporting, 之类之类的各种的advanced analytics啊, 然后我们这个Machine Learning的application呢, 相当于是给这些用户们提供一个新的便捷的方法, 使用户可以迅速的建立一个Machine Learning的model, 然后去deploy到他们自己的这个生产环境中, 然后我所设置到这个职人的话, 就会更加的偏这个implementation和这个Machine Learning这个ecosystem, 然后啊,我想这个Peter老师应该有其他的啊, 自己的不同的这个经历啊, 我们可以请Peter老师给我们。 Hi, 大家好, 感谢这个Stone老师为我们做的非常详尽的这样一个讲解, 然后其实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然后我看很多QA里面包括Deep Learning Engineer相关的这样一些position的话, 不同的公司是有不同的定义的, 刚才Peter老师说他们主要是做一些application方面的应用, 然后把一些算法然后嵌入到用户的产品当中, 然后我现在是在那个百度USA, 我们的主要的工作其实还是比较偏research一些, 就是去建立一些新的model, 然后去看这些model如何让它更加高效, 然后更加就是两方面, 如何让现行的model运行的更快, 然后第二个就是如何得到更好的这样一个精度或者说结果。 好,所以我现在是比较偏, 稍微偏research这边一点, 对, 然后就是我们现在所, 其实每个公司对他的这个员工的定位, 每个职位的定位都是有不一样的定义的, 所以大家如果在申请公司之前, 然后也尽量的去官网上, 然后去看一下公司到底对这个职位是做出了什么样的要求, 然后能在面试之前心里是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的。 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四部分, 然后what makes a 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然后在下一页是, 对, 我们可以来看这个所需要的大概这五部分的技能, 然后第一部分我们说就是Mission learning engineer, 他的定义总归是个什么什么样的engineer, 所以他还是一个工程师的角色, 然后所以首先自己一定是要有一个比较solid的这样一个计算机的这样一个基础, 然后有一定的编程能力, 然后但是他的这个, 他对这个engineer的定义是Mission learning, 所以就有了二三四这三部分, 所以就是有数学上的一些要求和Mission learning基本model的一些要求, 还有一些能够使用现有的Mission learning框架和library的这样一些要求, 所以我们看到二三四这三部分也是对Mission learning engineer的一些要求, 你像第二部分, 现行代数,然后guide论和统计学的一些知识, 都是需要有一个基础的了解和掌握的, 然后第三部分, data modeling and evaluation, 然后刚才, Stonen老师也为我们讲了一些很多的model supervised and supervised learning, 然后还有最近的deep learning, 对,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了解的, 然后第四部分是, 现行的一些很popular这样一些framework, 比如说TensorFlow, 然后Torch, 然后Ciano, Cafe, 这些依据公司, 他对产品的这样一些要求, 会有不同的框架和library, 然后这个就是具体的分析, 然后除此之外, 我们看到第五部分是一个, Sovier Engineering and System Design, 这个是, 我觉得是更偏产品一些, 就是当你在做一个大型的这样一个production的时候, 然后你是需要有这样一些OOD和Network, 或者是System的这样一个宏观的了解, 对, 这个就是比较偏产品应用的这样一个方面, 对, 这是我们经常说的大概, 大家心里明白Mesh Learning Engineer, 他的这个position大概是有这五方面的要求, 所以不单单要有Sovier Engineer的这样一些基本功, 而且还要有Mesh Learning的相关的一些知识和能力, 好, 就是这一页, 然后下一页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对比, 就是Sovier Engineer, 还有我们说Learning Engineer, 还有可以叫Data Scientist的这样一个对比, 他们对这个基本功的要求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最底下, 我们可以看到Sovier Engineer System Design, 他这个要求是逐渐降低的, 所以就是Sovier Engineer, 他需要有很强的这样一个系统, 就是不管是Design的能力, 还是说对Network这样的一些能力, 然后但是对我们说Learning Engineer和Data Scientist, 这个能力就会削弱一些, 对吧, 因为可能并不是直接面向产品, 或者是去掉一些API就可以, 然后但是在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前三个要求,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二三四, 这个Probability, Statistics, 还有Data Modeling, 还有这个Algorithms, And the Libraries, 这个要求其实是逐渐递增的, 就是Sovier Engineer, 你可能是说去把一个东西, 嵌入到这样一个Application里面, 就OK, 然后这个Application, 可能是Messure Learning, 然后也可能是None, 它也可能是非Messure Learning的, 对吧, 但是你, 到后面我们来看这个Messure Learning Engineer, 和Data Scientist的话, 就是其实你需要了解这些模型本身, 是怎么work的, 你需要知道你的Data, 你需要知道你的Model, 所以这些都是对他, 他对数学, 和对Messure Learning基本功的这样一个了解, 对, 然后第一部分, 其实这个CS Fundamental and Programming, 这个其实也是, 几乎可以说是逐渐的会递减一些, 对你的Messure Learning Engineer, 和Data Scientist, 对这个CS基本功的要求, 可能会稍微降低一些, 但是大家, 对Messure Learning Engineer, 需要有一个宏观的了解, 就是这五部分技能, 在面试, 和你求职, 和准备面试的时候, 这五部分都是需要准备的, 就是不管是, 基础的CS的知识, 还是系统的知识, 还是Messure Learning, 和这个基本的数学的这样一些知识, 大家都是需要准备, 然后才能把这个面试做到很好, 然后下一部分是, 这个如何找到Messure Learning Engineer, 这样一些工作,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很多opening, 大家可以去Glass Store上找, 然后, 对这是我们今天, 刚刚找到的这样一些结果, 像这个Benz的Messure Learning Engineer, 然后,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鼠标在的地方, 它是, 在San Jose这个地方, 就有664个Jobs, 它是, 它的title是Messure Learning Engineer, 所以现在这方面的, 招聘啊, 然后工种, 然后, 就是Messure Learning Engineer, 还是一个, 相对很hot的这样一个工作, 然后下一页是,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基本的这样一个salary, 这些东西大家都可以去Glass Store, 然后自己去找到,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National Area, 就是全国平均水平大概是, 114K, 然后在San Jose, 这个地方是, 140K, 所以它的这个, Celerate的信息, 然后大家也可以去, 对, 去Glass Store, 自己去找一下, 然后另外的一个平台, 我记得是, 在下一页是, 在LinkedIn, 然后大家也可以去找, 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多, Lots of 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Jobs, OK, So AI Engineer, 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Deep Learning Engineer, 然后其实, 对我刚刚才, 有人Q&A, 你们有人问, 其实AI包括Machine Learning, Machine Learning包括Deep Learning, 它们是一个, 呃, 越来越特殊的这样一个关系, AI是最宏观的, 然后最General的一个概念, 然后Machine Learning是AI的一部分, 然后Deep Learning又是, Machine Learning里面的一个model, 就是一种model, 对, 然后现在Deep Learning非常的火热, 然后, 对, 是因为它, 它, 对传统的一些非常难的问题, 然后提出了很有效的一个解决方案, 和一个非常非常之高的精度, 就是传统的一些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不, 这是一些传统的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无法做到的, 所以现在Deep Learning火热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 但是不要因为Deep Learning很火, 所以就抛弃了, 对, AI和Machine Learning, 基本功的这样一些掌握, 所以就是, 即便你是学Deep Learning, 然后, 穿上的AI和Machine Learning也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然后就是这个, 然后下一页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样一些工作的描述, 到底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是什么, 然后这是我们公司, 当时我在去找工作的时候, 看的这样一些界面, 然后这些工种的描述, 然后大家都可以去官网上, 去找它的这种Description, 然后, 这个其实非常有效的告诉你这个职位, 将来你进来之后要做什么, 你需要有哪些技能, 面试会侧重什么, 其实在这个Description里面是都可以找到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 第一点还是说, 你要有Computer Science Fundamentals, 然后就是说, 基本的一些马农的这样一个, 就你要会Coding, 然后你要会算法, 然后就是, 计算机基础的知识, 然后第二点他也是在说这个, 对吧, 然后但是, 你可以看到, You are, It's also important that you are able to write clean, Efficient coding, C++, 然后他的这个, stl and oop, or python with a, 对, python, 那个 oop, for a linux platform, 这也是我们现在做的, 做的一些东西, 你如果是说GPU的接口的话, 就是C++, cuda, 你如果是tensorflow的话, 大家用的是python接口, 所以, 他在这个地方很明确的告诉了你, 对这个工作的要求什么, 然后, 第三点是strong software engineer skills, 还是在说这个, 就是说, 要可以写一个很好的API, 然后你要会记得呢, OOD, 这样一些东西, 然后最后一点他说, 你要有我们是文明算法上的一些要求, 你要知道这个文明算法什么, 就是刚才孙老师讲的, linear regression classification, 和neural network的一些技巧, 然后其实在面试的时候, 当时在面试的时候, 其实无外乎也就是根据这么, 几方面来面的, 我记得当时是, 有两轮是算法的面试, 然后一轮是什么是learning, 相关的基础知识的面试, 然后最后一轮是culture fit, 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嗯, 这是我们公司的一个, 这样一个个例吧, 当时面的时候前两轮, 第一轮是算法, 第二轮是算法, 但是是要求c++的, 然后第三轮是mish learning的算法, 一些很基本的, mish learning算法, 对, 然后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 这是百度USA对mish learning engineer的一个描述, 然后下一页我们可以看到, 嗯, 是另外一家公司, 也是我面试过的一家公司, 嗯, snapchat, snapchat的公司很奇特, 嗯, 很奇特的一点就是, 他这个research engineer, 这个看起来是像, mish learning engineer的这样一个公众, 然后他叫research engineer, 然后在snapchat这个公司, 嗯, 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 他这个research engineer和solar engineer, 面试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就是一直是coding, coding, coding, 然后并没有涉及到一些, mish learning的基本功,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东西,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 从他的这个description上, 包括他对看右边的这个, what we are looking for, 然后他一直在强调的是, computer science, 然后, 嗯, 这样一些solar engineer, 然后, 包括一些, 就是, 其实全都是, 全都是这样的一些development的一些东西, 所以也可以预见到, 如果snapchat的面,research engineer, 在很大程度上, 他是会很偏算法, 就是他可能会很少的涉及到, 这样一些research的一些knowledge, 所以, 从这个官网上, 大家其实可以很清晰的看到这个, 公司对于这样一个职位的这样一个期待, 和他有什么要求, 然后, 另外的一些公司, 像data scientist, 他, 之前和stone老师有交流过, 然后其他的一些公司, 他对, 他对这样, 这样一个position的要求, 有其他的一些, 比方说data scientist, 他是要求database, 或者是, 片business application的一些东西, 像之前Facebook, 他, 他们家对于, 这个data scientist的要求, 就是要求你会, 数据库相关的, 很多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些知识, 然后, 用这些知识, 然后你去, 得到数据的这样一些, 这样一些概率上的这样一些model, 然后, 然后去为他们的这个business, 和这个ad去服务, 所以不同的公司, 对于相关的这个岗位的要求, 是非常的不一样的, 然后大家在找工作之前, 一定要去官网上, 好好地把这些description看一下, 我们其实, 看那个刚才百度usa, 和现在的snapchat, 虽然是相似, 就是概念上, 感觉很相似的一些东西, 实际上, 是有一定偏差的, 然后, 其实我知道这一点, 也是在面试之后, 然后, 发现为什么snapchat, 面的如此的诡异, 因为, 明明是research engineer, 但是, 为什么他还是, 跟solver engineer, 面的是一样的, 那我当时面试了很多很多很多的算法, 对, 然后, 下一页, 还, 嗯, 对, 然后, 这个大家就是我们今天, 要讲的这样一些内容, 嗯, 好, 谢谢Peter, 然后, 现在这样子, 咱们可以休息五分钟时间, 然后, 我们可以观看一下, 客人助理, 为大家准备的一个小视频, 然后, 还是看到很多同学, 问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然后, 我们会在五分钟之后, 休息完了以后, 我们给大家做一下集中的讲解, 回答一些关于, 比如说, machine learning, 和deep learning的区别, 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和这个scientist的工作是不是一样的, 然后, 刷题除了你的code, 还需要准备什么呢, 之类之类的问题, 等会马上回来给大家一起分享, 好, 谢谢大家, 好的, 好的, 谢谢老师, 那么, 我们给点时间给老师看看我们同学们的问题, 给大家留一点时间提问, 有问题的话, 请在Q&A部分向老师提问, 那么, 在此期间呢, 我们会播放一段小视频, 我们最近, deep tiger最近开了一个, AI engineer课程, 感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观看一下, 那不感兴趣的同学也可以去喝喝水, 稍作休息一下。 发展体力是非常广阔的, 对于AI工程师招联的需求也是有利益, 因此呢, 他和女学今推出了, BS502 AI工程师直通车, 那么下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份课程, 就是我的联系方式, 就由我的邮箱, 那么在课程主页上, 大家可以看到, 对这个课程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课程大纲, 我们这个课程呢, 是分为三个阶段的, 第一个阶段是深度学习, TensorFlow和Kanfei的强化训练, 那么在第一个阶段中间呢, 大家会知道关于深度学习的, 最基本最重要的知识与概念, 然后我们前两周, 是主要给大家讲解一些深度学习的模型, 并且用TensorFlow来实现它们, 后两周, 我们会学到其他的一些深度学习的基本模型, 目前用Kanfei这样的一个框架来实现它, 所以通过第一个月的学习, 大家能够同时掌握两个二十度学习的框架, 那么这是我们第一个月的课程的安排, 第二个阶段, 也是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会用第一个月所学到的知识, 来做一个实战的项目, 这个项目是深度学习的原点课系与识别的项目, 通过这一个月的学习, 同学们能够用Kanfei来做深度学习网络, 训练模型, 并且做出一个能够识别人脸, 真实的工业级别的项目出来, 因此它就这个项目在真实场景中间的运用, 第三个月是一个capstone的项目, 学员将会被分成不同的track, 大家会针对自己的一个需求和学习的程度, 来选择自己的项目进行实战训练, 等同学们完成了第三个月capstone项目以后, 课程组会请来硅谷一些大公司的manager, 来看大家的项目presentation, 并且进行评审, 让我们的学员还能享受一些 以外公司级别的30分钟的模拟面试, 那我们这一门课呢, 是起到了非常重量级别的老师, 他们都是在硅谷, 这个人工智能各方面的专家, 我们相信大家通过这三个月的学习, 一定能够收获满满的, 那我们的这个课程呢, 是全程在线直播的形式, 如果大家想要参加第一节课, 因为我们第一节课呢, 是可以公开的, 你可以把你的简历发到我们的邮箱里面, 这是我们课程集的时间安排, 一共是三个月, 每周呢, 都会有四次课, 一提的呢, 就是, 如果你报了名以后,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课程电子书, 电子书里有许许多多的这些资料啊, 就涵盖了, 面试中的方方美面, 那我们这个课程电子书的资料呢, 也是不断更新的,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的关注, 或对这门课程感兴趣, 或者是有任何的疑问的话呢, 大家都可以来给我来邮件, 或者是想要我的微信二维版来自, 好, 那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啦, 谢谢大家。 OK, 欢迎回来, 好, 同学们问了很多问题, 然后, 我可以先, 先回答一类问题, 我现在在做一个clustering的一个任务, 就是把你们问的这些问题, 自动检索分个类, 然后把那几个相近的各位一类, 给大家就是集中回答一下, 有挺多问, 同学问说, 请问如何从一个普通的软件公司, 转入ML软件公司, 对于统计和概率方面, 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 然后还有同学说, 请问刚才所说到的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的基本功, 具体指的是什么? 然后刚才也有同学提问, 提到, 我在往上翻, 作为前端工程师, 学习JavaScript, React, MangoDB, Node.js, 和作为后端全站工程师, 学习Python, MySQL, Redis, Dango, 如果我转行学习机器学习的话, 哪一个转行比较容易一些呢? 从知识结构, 专业相关程度的方面能讲解一下吗? 然后还有同学在问我个人的经历, 关于我怎么样转职成为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的, 我都可以做一下具体的介绍。 好,我们首先来回答一下, 如果你已经是一个Computer Science背景的话, 你怎么样去补强自己的背景, 就是可以转职到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这个时候, 你如果我们来看一下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的Skill Set的话, 你大致可以感觉的出来, 而你的Computer Science fundamental programming, 你应该是比较强的, 因为你已经做了比较多的Coding的工作。 然后这个Software Engineering and System Design这方面, 你应该也是比较强, 不管你是前端还是后端, 起码能了解一个程序的设计, 包括你用OD的这些思想设计, 包括你一个Software里面所要设计到的这些问题, 包括Performance也好, Security也好, 各种各样的问题, 你应该有一定的了解。 那么你需要加强的呢, 就是你的一个建模的工具, 这建模的基本功在于你的数学统计概率论等等方面。 刚才Peter老师也讲到过, 像哪些数学你需要去加强巩固呢? 比如说现行代数, 矩阵硬算等等等等。 包括这个微积分, 微积分里面, 那微积分本身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专业, 我们主要是要重点去学的就是这么一个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或者叫做就是偏微分, 主要是要学会求偏导, 像我们在后面就是建模的时候, 然后你看到很多的这些数学公式推导的时候, 你就不会发出。 然后第二个是这个统计概率论这方面, 你要知道有哪些比较典型的这些统计模型和一些工具, 包括贝耶斯的这些先验后验这些理论, 还有条件概率等等等等, 包括你怎么样去计算一个model的, 做了prediction的confidence interval, 你对你的这个machine learning做出了预测, 你有多大的这个可信度, 多少自信度等等等等, 这些都需要你去把你的这些数学统计, 这些背景这些知识要去更新一下, 如果你本科学过, 但是现在已经因为工作多年, 然后已经忘了的话, 需要把这些东西重新来捡起来。 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 你做这个modeling and evaluation, 这个具体展开来说呢, 就是modeling也刚才我也提到过, 就是有不同的representation, 对不对, 你怎么去描述这个世界, 怎么样去建立一个你的input和output的关系, 因为我们已经有很多前人做了很多这个研发的工作, 建立一些决策术, 这个support vector machine, 像neural network等等等等的model, 然后你就需要把这些比较流行, 比较常用, 非常powerful的这些model, 需要去熟练掌握, 知道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什么时候用他们, 他们的performance, 比如说计算成本, 应用, 然后精度等等等等, 都需要对这些模型的这个, 有一个比较这个广阔的这个了解。 然后呢, evaluation的话就会, 就是你对这个model这个结果, 你要有一些比较, 一些logical的analytics, 比如说你要知道你预测, 你分类一个数据的话, 分类是准确与否, 你需要去定义怎么样的metric score, 然后才能就是更好的去衡量, 这些都是你的做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的这些基本功, 然后第四个的话, 就是可以把你的本身的这些技能, 就是这个computer science和soft engineering的这些, 本身你已经有了这很多的技能, 和你重新学到了这些数学和建模这些技能去结合起来, 就是因为第三番他们已经建好了很多machine learning的library, 然后你就把它调用起来,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别人写好的, 他们的数学统计建模和软件这么样一个结合, 所以这个是相当于是你可能要走的一条, 就是学习的这个learning path, 大概是这个样子, 然后另外如果你不是学computer science的话, 比如说你就学是比如说数学这个背景的话, 就是说你做了很多统计的话, 那你应该反过来是一样的, 在你加强自己专业的同时, 看一下自己专业里面哪些东西被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所采用, 然后你再去学一些你所欠缺的这些知识, 像computer science的这些fundamentals, 知道data structure讲什么样子, 然后你知道有哪些algorithm你需要去学, 然后你在设计一个系统的时候, 你要用哪些design pattern等等等等, 然后如果你要涉及到刷体的话, 刷体的话, Litcode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reference, 大家可以去上面去刷, 然后作为我的经验的话, 如果你Litcode能刷到这个中的难度的话, 基本上就问题不大了, 如果你去面试一些比较弱的, 就是对这个coding要求不是很强的话, 你刷到easy难度的话, 也能去辨识很多的职位, 然后另外同学刚才有问到说, 我怎么样转职, 是参加了什么样的培训, 我可以大概介绍一下, 我之前本科学的是车控, 在国内学的, 然后硕士和博士学的是机械, 其实学的是材料力学方面的, 这个和machine learning都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参加那个bootcamp之前叫做Zipfian Academy, 现在已经叫做Gavenize, 然后他所带来这个项目叫做Data Science, Immersive, 相当于是一个长度训练的一个Data Science, 并不是focus到machine learning方面去, 他包括了教你一些business analytics skills, 包括你用怎么样去用SQL, 产生一些stats summary的计算啊, 之类的这个方面的技能, 然后machine learning作为一个Data Scientist的一个核心技能之一, 当时也是因为我特别喜欢这方面的这个模建模之类的, 所以我就做了特别多的深入的研究, 然后逐步逐步的就是进入到这么一个领域, 但是我采取的策略呢, 就是因为我是在做博士的时候, 我非常熟悉怎么样去写这个写和推导这个equation, 怎么样用computer去做simulation, 虽然我当时的语言也不是现在所最流行的这些, 像Python啊, Torch啊, 这类的流行的语言, 我当时只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语言叫Fortune, 学计算机同学都应该都知道Fortune是什么样的语言, 也没有任何的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的这种概念, 但是就是我抓住了这个一个equation推导和一个programming的这个技能, 然后我就慢慢的转过来, 然后就是, 然后现在是成为一个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所以这是相当于是我的一个, 相当于一个转行的过程, 然后说时间上来看的话, 我当时大概花了三到六个月时间, 有三个月时间是集中的这个托产型的这个学习, 只是在我博士诺文大便以后, 然后进行三个月集中学习, 然后再进行三个月的巩固提升加面试, 所以总共花了大概六个月的时间, 然后成为一个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我们看一下还有其他同学的问题, 说零基础怎么学, 没有计算机数学的这些背景是吧, 那就没有, 如果零基础的话, 那就是最好是能够一个一个学, 当然也有这个捷径, 就像刚才我们, 我说提到了这么一个bootcamp的, 还有刚才我们讲座助理所分享的这个视频, big tiger开了这些AI engineer直通车, 包括我们后面也会开的data scientist直通车, 和big data engineer直通车等等等等, 之类的直通车的项目, 它可以迅速的把我们的这个技能更新到行业最新的这些技能的水平, 然后说刚才所说的数学知识和国内考研究生时要考的数一数二数三哪个最接近, 这我真不知道我没有在国内考过研, 刷题的那个reference能不能打字打出来, 叫做lead code, 再打一遍啊, 有同学说机械转行好可惜, 是的, 但是这个怎么说呢, 我们总是想往一个比较有活力的这个行业, 就是或者一个职业来看吧,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毕竟在美国, 虽然机械是一个非常好的比较传统的一个行业, 但是并不是一个, 我个人觉得并不是一个就是可以长期发展下去, 我当然对我的这个, 之前的同行们没有任何的个人意见, 只是觉得比如说像啊, 比如说传统的汽车也垮了, 比如说最近两年的石油页也垮了, 之类之类的啊, 各种问题, 今天就不做不再多评论了, 好, 同时看一下, 皮特老师有没有看到一些问题想要回答的, 好, 我看有一些相关的问题, 首先我想说就是, 嗯, 就是很general的一些问题, 就是大家, 呃, 可能, 没有什么东西是一成不变的, 就是, 学习的这个概念肯定是一个终身性的东西, 并不是说我现在在学什么, 然后我将来一定就是会在这个领域工作, 因为我觉得就是, 就是自己的这个技能包肯定是随着这个时间的这样一个积累和自己经验的这样一个, 增加自己的这个技能包肯定是越来越越来越丰富的, 就是可能你并不是说, 呃, 每天你都是说在自己已经非常熟悉的一个领域内去做一些工作, 你有时候你的工作是你完全不知道的一个新的领域,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 呃, 就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的这个学习的能力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就是学习本身就是一个终身的概念, 而且呃, 大家一定要就是这种连续的学习, 然后不多不断的去开拓自己之前未曾尝试过的领域, 对大家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这样一个积累和这个和提升自己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大家不要就是正因为咱们不懂, 所以咱们要去学, 并不是说因为因为咱们不懂, 所以咱们就不学了, 因为不懂所以才要学, 所以才要把自己的技能提升上来, 我觉得这个大家一定要先把心态摆正, 然后也不要太畏惧说我们之前有一些基础, 或者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基础, 或者之前并不是这行业, 然后现在想投身, 然后感觉压力很大, 大家都会经历过这样的困难, 我觉得刚才斯隆老师说的也非常的励志, 就是用六个月的时间, 然后从一个呃, 机械领域的大牛, 然后不断的去转到这个现在所工作的这样一个领域, 所以大家都要有自己的这样一个心理上的建设在在先, 然后咱们再具体的去聊, 然后你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论去学习, 但是大家一定要树立这样一个学习的概念, 然后我看很多, 呃, 还是就是很多公司对于这个 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和 data scientist 的这个, 就是很多公司对他们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很多公司的 data scientist 他其实是在做 machine learning 的算法, 然后有些公司的 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他可能在用数据库, 所以没有一个统一的行业内的标准, 所以大家一定要不同的公司去网上去查,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 然后呃, 其他的我可能会想回答一下 deep learning 的一些问题, 然后 deep learning 是 machine learning 的一部分, 是 machine learning 的一个特殊的 model, 是一个很, 现在很, 很, 很牛很牛的一个算法, 然后他其实是这样一部分, 是一个包含于被包含的关系, 然后, 但是不要因为 deep learning 很火, 然后就忽视了传统 machine learning 理论的学习, 因为 deep learning 的很多概念和很多灵感, 都是启发于传统的 machine learning 算法, 所以这个大家, 不要就是跟着一窝蜂, 然后去加人去, 然后反倒忘了最, 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然后最传统的 machine learning 算法, 然后不同的公司, 对于这个 machine learning 的框架, 要求是不一样的, 我们那个Badu USA, 就在用tensorflow和cafe, 然后其他, 你像Facebook, 他可能是用的torch, 然后Google 肯定是用的tensorflow, 对吧, 然后, 如果是GPU 接口, 然后, 可能会用cafe, 我觉得这个不同公司对这个要求是不一样的, 这个应该是依据公司而定, 不过, 如果就是想学这些, 这些东西的话, 我觉得现在, 你说非常 popular 的tensorflow, 然后你自己去, 在, 这个, 都是开源的, 然后自己在电脑上去按一个tensorflow, 然后把环境配置一下, tensorflow 的这个环境非常容易配置, 然后cafe就非常非常难, 它的dependency会非常的多, 然后但是tensorflow还是非常非常容易去配的, 然后Github上的tensorflow也非常多, 然后或者是, 呃, 呃, 之前也有开过tensorflow的一些tutorial, 这个大家都可以去参加, 我觉得这个资源是非常多, 而且非常丰富的, 然后, 嗯, 看还有相关的, 我们在, 现在做的research, 主要是, 呃, 语音识别和自动驾驶, 主要是两方面的research, 是百度USA在做, 然后, 看一下, 嗯, 然后这个, 大家准备面试的时候, 呃, 不要只顾着, 我是learning, 而护士了engineer, 然后, 立刻的尽量还是真的, 建议大家刷好, 因为感觉是一个基本功, 一个非常, 对, 是你的这样一个桥门砖, 所以立刻的一定要刷好, 因为它代表了你基本的这样一个算法, 的这样一个功底, 然后, 嗯, 对, 我可以插进来讲一下, 刚才, 我说的这个machine learning的基本功, 和deep learning的这个差异, 啊, 我之前看过一个人的讲座, 在一个data science的一个conference里面, 人家就是, 当那几千人的一个key note speech里面, 有讲, 有提到, 为什么我们现在还需要shallow learning, 而不要deep learning呢, shallow learning讲的是, 除了deep learning以外那些, 就是比较, 就是常用的, 比如说, 啊, 像random forest, 像svm, 之类之类, 他们把这一类叫做shallow learning, 然后, 为什么还有这个呢, 它有很多很多的好处, 第一, shallow learning它所需要的一些资源都比较少, 不像deep learning一样, 很容易你需要, 要上个GPU, 之类的, 然后训练的时间特别长, 之类之类的, 然后第二个好处呢, 就更好的好处, 主要是, 一般的shallow learning, 因为它在, 它是建立在很多的statistical model, 之上, 所以它所做的这些预测, 它能够很好的被人们去解读出来, 而不像deep learning, 很多时候它能做出很好的预测, 但是你不能把这个结果解读出来,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 你一个deep learning network, 做出一个prediction, 说, 我一段文章, 你读进去以后, 你可能预测是一个, 是一个一篇, 一篇新闻, 然后是一个体育版的一个新闻, 而不是一个娱乐版的新闻, 它能做出这个预测很好, 但是它不能告诉我们, 或者说现在已经, 虽然有一些新的技术, 但是通常来说它很难告诉我们, 这篇文章里面的哪些字, 或哪些, 哪些部分语句, 可以让这个机器认为, 它可以做出这么样一个判断, 这么一个预测, 而shadow learning, 它是建立在很多的statistical model之上, 所以它这些结果, 是很容易被解读出来的, 特别像一些最浅显的machine learning的model, 像logistic regression, 你的每一个feature, 所对应的一个参数, 都能和你最终预测这个结果, 它的这个概率, 都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如果同学对这个logistic regression, 比较熟悉的话, 应该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然后这么一种解读性的话, 在很多应用领域里面, 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像美国政府, 它就规定你银行里面, 你要建立一个信用卡的, 就是automatically authorization的, automatically approved, 这么一个system, 就是你自动的就是, 通过这个信用卡申请的, 这么一个人工智能的模型, 它必须满足这个模型, 是可以可解读的, 它能告诉用户说, 你被拒绝了这张信用卡, 是因为以下的原因, 是因为你信用这个记录历史不够长呢, 还是因为你的信用计分不够高, 还是因为你的这个职业, 或者这个其他的方面的原因, 它这些都是可以通过 machine learning的model, 被就是解释出来, 而deep learning之类的就是model的话, 就是在很多时候是很难去, 就是得到这么样一个information, 所以我们machine learning的目的呢, 就是还是要让就是, 帮助我们去解读很多的问题, 但同时的话, 我们也是要keep in mind, 我们是需要那些knowledge, 那些knowledge, 如果只是keep in machine的话, 如果我们的human不能去解读这些knowledge的话, 那这些knowledge, 我们就很难就是更有效的利用下来, 这是我想加的一段话。 嗯,好, 谢谢斯东老师的这个补充。 那同学问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和big data engineer有什么不同? 这还是很不一样的, big data只是作为这个, 像我们在大量数据的, 大量数据的这个背景下面, 它你们要处理的, 比如说data pipeline, 怎么样去这个收集数据, 这个处理数据, 存储数据, 然后怎么样做这些数据的routing也好, storage也好, 这个streaming也好, 这些都是处理这些数据的本身, 而在这个过程中, 这个machine learning并不是一个必要的环节, 像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的话, 是同样是处理这些数据, 但更加是要做一个learning, 做一个prediction这么一个动作, 做这么一个prediction的动作, 相当于如果你非要把它拆分, 就是按层次来看的话, big data engineer做的会比较底层一点, 我的底层指的是, 对这些数据原始数据的操作, 而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所处理的这些数据的话, 更加advanced一点, 是对它进行这个意识上的理解, 概念上的理解以及操作, 相当于这个是比较advanced一点, 所以这什么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和big data engineer之间的区别, 机器学习能预测股票吗?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这个虽然是非常有争议性, 但现在已经有一些fin tech, 就是financial technology, 这些产品, 比如说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 当然不要打广告了, 叫做wellsfront, 然后这个可以帮助, 就是大家自动购买股票, 自动投资等等, 这都是通过他们的, 这些机器学习的算法来算出来的,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类问题就是, 公司主要是自己开发算法, 还是直接用library, 公司应该是直接用现成的library, 然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就没有必要去学习它的内部的算法, 和一些推导, 我觉得就是library可以直接用非常方便, 但是至少要明白原理和它, 为什么这样这个library是work的, 为什么这个算法是work的, 然后大家需要内在的这样一些知识, 不能说因为有library, 所以就万事大吉, 然后不需要去了解内部的这样一些很复杂的idea, 我觉得不能过度的依赖library, 然后自己一定要对算法做到心中有数, 知道什么样的data适合什么样的算法, 然后什么样的算法适合用什么样的library, 然后去优化去调整, 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有同学问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的职业发展阶梯和常规的software engineer, 或者full stack engineer是否有差异, 然后说如何在公司内或者业界内向上爬,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然后如果你有答案的话, 我也想知道到底如何在公司内或者在业界内往上爬, 但实际上我想分享了一个就是职业发展的话, 基本上最好的方向就是永远把你的职业的目标 和你公司所在的公司的职业目标align到一起去, 就是从自己公司的这个产品出发怎么样, 你通过这些自身的这些技能, 包括你的machine learning的技能, 包括你engineering的这些技能, 怎么样让你的产品公司的产品, 然后更好的去让这个公司的这个customer, 再来就是用户体验度, 然后帮他们解决很多问题, 让他们生活过得更好, 如果你能就是有带有这样的想法, 每天在你工作生活中啊, 说我今天学到这个sindom machine learning的model, 可以帮我的公司产品的用户, 带来多少多少性能的这个提升, 这个好处, 那么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插展方向了, 然后另外是说, 我是learning, 或者engineer, 是不是一般指教phd, 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我们组是本科生也有, 然后我是master, 然后我们组phd也有, 然后deep learning未来还有什么新的发展方向吗? deep learning这个领域变化的非常之快, 我觉得是按天来算的, 就是每一天可能都会有新的很多的东西出来, 然后大家去讨论, 所以未来的发展方向觉得还是非常的多元化, 然后相关的这样一些讲座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去体会一下这个方向现在的这样一个非常动态的, 然后非常的活跃的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 然后满多同学在问怎么样去学习的问题啊, 关于学习的问题, 比如说啊, 零基础能不能推荐一下学习的大致计划是什么, 然后说怎么样就是更快的学到这么多技能啊, 有没有推荐的资源啊, 书籍啊, 网课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在这里我就想特别想分享一点, 就是怎么样去迅速的进入一个领域, 去学习这个领域里面的核心知识, 然后首先最好的就是要去和这个领域里面啊, 一个是要和这个领域里面这个核心的这些人物, 知道他们最近的研究动向或者他们的发展方向啊, 你进来比如说, 然后刚才我给大家放了一个Yana Kun的这么一个啊, 一个一个一个quote, 然后希望大家就是开始关注这样的人, 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样的事情, 第二呢, 最好就是和刚进入这些领域的这些人去啊, 交流去知道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 然后进行然后学习, 他们就最新学到这些这些技能, 然后呢, 我特别想分享一点就是啊, 因为现在时代发展非常之快, 然后刚才Peter老师也说了, 在deep learning的, deep learning的啊, 这个领域就是日新月异每天都有新的东西, 然后每天如果我们看hacknews等等, 之类的这种新闻媒体网站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每天都会有新的文章发出来, 然后引领一大群人去围观, 然后过两天, 然后他们的论文里面这些code, 就在github上面被release了, 或者其他人已经根据他们的论文里面的理论已经写出代码, 然后这些发展都非常之快,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大家就做好一种就是学习的心态, 就是要保持自己时刻去学习这些新的知识, 我们并不会因为自己来的这个网, 而就觉得自己比不上别人, 我们只是因为自己学的没有别人这么勤奋, 我们没有学的没有比别人这么多, 然后我们因为这种原因, 然后我们可能会比不过别人,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还是特别推荐, 咱们这个big tiger的这个终身学习平台这么一个理念, 就是让学习成为一种信仰, 然后让我们可以就是每天保持这么一种学习的状态, 不管你是学machine learning也好, 不学这个CS的这些fundamentals也好, 然后保持这个学习, 然后去和业内大牛去学, 包括业内新进来的这些, 像我们刚入行几年的这些人, 然后像我们这个时候正好处于我们新先进还没有过, 然后又非常有干净的时候, 然后希望大家和这样的人就是多做一些交流, 多一些学习。 然后至于具体的这些资源, 然后网课什么的话, 大家其实都有蛮多的这些资源可以去看, 包括像我们这个big tiger也分享了挺多资源, 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 像我们网站上面也有提供很多, 如果大家想去看其他的话, 大家也可以通过别人分享的, 然后我觉得现在在这个时代, 就是个人个性化的这种推荐分享非常有用啊, 如果你周围有好朋友, 刚好上了什么课, 或者学到了什么知识, 通过了什么样的考试, 然后可以通过这些推荐的方式, 然后得到这些信息。 然后还有同学问我刚才这些, 这个超股票的软件, 我就不为他做广告了。 做iOS移动开发的工程师想转ML工程师, 是不是比较难转, 相当于从头开始学习。 其实你要做移动端开发的话, 转ML也是可以的, 因为Machine Learning它不只是一个单, 就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一个概念, 它也应用到各种产品当中各方各面, 包括你整个产品, 就是整个软件的platform, 包括你一个云端的自己服务器后端, 也包括了你的前端和你的mobile端, 如果你能帮助一个产品, 一个公司在你的mobile端, 就实现Machine Learning Model的deployment, 比如说你在手机上实现一个小小的预测, 比如说Yelp, 然后能够或者大众点评吧, 我不知道你在国内还是在美国, 如果你在手机端, 然后实时的为用户推荐, 你根据Machine Learning Model算出来的那些预测的这些产品, 然后用户可以在短时间内更快的收到这些信息, 然后更准确的收到这些信息, 这个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切入点, 然后你要转到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的话, 并不是比较难转, 因为你已经有了你的iOS, 移动开发端的这么一个domain knowledge, 这个是你的专业, 那么你再学一下Machine Learning Model, 它是怎么样去和你的移动中端, 然后结合在一起, 然后下来已经有比较好的切入点, 有同学问到这个Deep Learning Engineer, Data Science Engineer, 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What's the average salary? 工资真的挺难说的, 这个因人而异, 因公司而异, 因国家而异, 然后同学说问到, 美国和国内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哪边学习的东西多, 发展空间大, 可以顺便看一下这个Google Trend里面, 如果我们专门看这个Machine Learning, 和Machine Learning, 还有这个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它在各个国家的这个热度, 我们可以看到啊, 相当于这个颜色的话, 代表这个相对来说, 这个词在这个国家的热度呢, 可以看到中国比美国, 甚至还要再热一点, 像这个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话, 反倒是差不多27比36, 美国可能更热一点, 然后Data Science的话, 反倒在中国的热度是, 不知道为什么缺失数据, 在美国是热的不得了, 总之, 我想说的是, 我也不知道具体来说, 美国和国内哪边学的东西多, 发展空间更大, 这个真的是要Depens, 然后大家可以啊, 再多, 通过多方面的渠道了解一下, 如果非要说, 这个学习途径的话, 希望大家就是, 如果想要学习Machine Learning的话, 可以给, 让大家, 就是今天讲过的这些部分内容, 从Supervised Learning, 里面的Regulation和Classification, Unsupervised Learning里面的Classering, 和这个Dimensionality, Digitation, 这样的各方面, 就是找一个题目, 然后可以自己看一看, 慢慢开始就是了解, 然后慢慢转换过来, Depend on你的这个Availability, 和你的这个Background, 希望你能找到比较好的学习途径, 英语专业, 如果想学Deep Learning, 考国内或国外的计算机专业研究硕士生, 能不能推荐一些学校, 谢谢老师, 当然这个你能找到越牛的学校, 当然越好了, 你可以看一下业内的一些大牛, 他们都来自于哪些学校, 总会是去Stanford Berkeley, 像NYU之类的, UW,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像这个University of Toronto, 之类之类的, 都是这些Deep Learning的, 这些比较牛的, 然后当然也包括CMU了, 当然不会有问题这样的牛校, 之类之类的, 大家都可以就是尽量去申请, 趁着现在这个比较火热, 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对于GPU MPI, 数值算法, 优化算法等底层技术, 是否有要求, 没有一个具体要求, 但是这个根据, 这个不同的公司, 然后不同的Java Posting, 然后也要看, 也要看, 比如说你的这个, 你要去Mate的公司, 然后要求你对GPU, 对Cuda的应用比较熟的话, 那当然你是有这方面的经验的话, 那当然是一个Bonus Point, 如果没有的话, 当然也没有, 也不是那么大的问题在我看来, 你如果你在你其他方面, 有特殊的突出的话, 也是可以就是掩盖, 这些比较底层的这些技术, 这些底层技术就是一个Bonus Point, 锦上添花, 对, 我觉得这个是, 对, 其实是锦上添花的一个东西, 而且面试的一般, 一般面试官的心态, 我觉得应该是, 就他会问你一些很基本的东西, 然后首先, 这些最基本的东西要掌握, 然后他会接着往生理去问, 然后这些, 因为这个知识越来越深入, 肯定是到某一个点, 你就不会了, 然后但是面试官可能也并不期望你会, 因为他是从基本, 然后开始到一些中等的概念, 再到一些很难的概念, 还有一些非常非常抽象的概念, 就是逐层低进的这样一个过程, 我觉得只要把基本和中等的这个, 你能handle住, 然后基本上是能够满足这个, 面试官的心理预期的, 就是并不见得他的所有问题, 你全都必须要会, 因为有一些问题确实非常非常难, 可能他, 可能因为你答的很好的, 所以直接问题的难度就, 突然就上去了, 所以如果回答不出来一些很难的问题, 其实也ok, 你比方说真的问到GPU, 他里面那些thread, 那些box是什么东西, 因为确实不了解, 就直接说, 没有相关的这样一些经验, 不过可以学习, 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的, 并不是说强制, 要把所有的问题都必须的答出来, 然后同学问, TensorFlow的framework感觉很牛, 为什么Pinterest, LinkedIn, Bloomberg, 为什么还要自己搭建自己公司的这个infrastructure, 和framework, 有点重复造轮子的感觉, 是会重复造轮子, 但是这个行业就是这样子, 如果这个行业里面有一套东西, 它是感觉非常牛逼, 然后就是会整个dominate整个行业的话, 那其他公司肯定会紧张, 是不是, 如果Google的TensorFlow可以dominate, 让所有的这些公司, 如果他们要搭建自己的deep learning 东西的话, 他们全部要rely on Google, 然后如果Google干了其他事情的话, 那其他公司, 然后一点就是事情都做不了, 无能为力的感觉, 那当然肯定不好, 所以他们要去就是搭建自己的infrastructure, framework, 然后甚至推出自己的这个public API, public这个machine learning library, 像Facebook的这个PyTorch, 所以他们要去抗衡这个, 像Google的TensorFlow这样的产品, 所以这也是一个, 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在花齐名, 有点像这个中国春秋战国时代, 这个各种就是百家争民的这种感觉, 百花齐放百家争民, 也是促进这个整个行业的就是上升, 对, 而且不同的公司对自己的产品的要求是不太一样的, TensorFlow有它的好的地方, 它整个很简洁, 然后但是它, 它并不一, 但是它整个, 它这个图模型非常的笨重, 所以就是, 如果你需要很快速的运行到产品上的话, 可能你是需要其他的一些infrastructure的, 所以公司会根据自己的要求去, 制定自己的这样一些战略, 并不, 并不, 并不意味着它很火, 所以我就一定要用它, 它确实有它自己的缺点。 还有同学可能问题问的比较早, 因为大家问题问的特别多, 我翻不过来, 如果大家觉得自己的问题没有被回答的话, 可以再post一遍。 有同学问可不可以share slides, 这个请在课后, 在微信群里面联系我们的这个讲座助理。 面试官一般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 主要在硅谷面试吗? 刚才可能需要澄清一下, 这个Peter老师是在百度USA, 是在硅谷的, 我们是邻居, 所以并不是, 并不是在国内, 也没有什么要翻场的问题。 对, 我们是在硅谷, 然后对, 我面试我的人都是大部分是美国人。 那同学问求职的话, 对各个framework要熟悉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这个对具体的工具的熟悉程度, 这些都是bonus point, 或者是你的experience, 然后最核心的, 在我看来和求职过程中, 最核心的还是你对一些基础知识的掌握, 比如说你coding, 对那些基本的这些coding的题目, 能不能很好写出来, 然后是一些machine learning, fundamental的东西, 你bias variance, trade off, 你的overfitting, underfitting怎么解决, 你怎么样去做cross validation, 之类之类的这些machine learning, 本身的这些基础的问题, 这个是需要重点掌握的, 然后对于各个framework的话, 你越熟悉到越好, 你会加大面试官对你的好感度, 但并不是这么一个hard requirement, 对还是要, 大家还是要先夯视这个基础知识, 然后各个framework, 知道他这个东西是在干什么, 或者自己跑过一些他的tutorial, 一些小的例子, 我觉得都是一些加分项, 然后就知道这几个framework, 他们之间是干什么的, 然后他们有什么区别, 然后有什么联系, 对对, 我觉得这个就可以了, 刚才有位同学问了, 在开口上面做一个项目, 做过一些项目, 这样的经历, 对求职有什么帮助, 投过一些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的职位, 不过大多数没有回应, 刚才我好像看到这个题目, 但是因为太早了, 我忘了回来, 是这样子, 在开口上面做过一些项目, 这个对求职, 当然会非常非常之好, 然后在开口上面, 基本上你可以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做Data Science, Sega Scientist, 然后就在建模, 然后怎么样在一个Data Set里面, 就建更好的模型, 然后使得你的预测结果更加准确, 这是一个方向, 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你对开口的这些数据做分析做处理, 有一套比较成型的系统的这么一个pipeline, 比如说, 我总是要从原始的数据里面清除出来, 然后把它拆分成多少多少块做一个trainingset, 然后我怎么样去做cross validation, 然后再建一个meta estimator, 然后把这个整个建立很多很多的这个模型, 然后做一下ensample什么的, 如果你把这么一套这个, 这么一套方法做一下automation, 然后也是通过一个engineering的这个方式, 做一下automation, 然后让很多其他人可以来使用你这一套系统的话, 那也是对你的engineering的backline的一个相当于重点的体现, 如果你在这个找工作的时候, 你可以如果能把这两方面的这个技能就展现出来, 一个是你写算法很牛逼, 然后写的模型据说结果很好, 第二个就是你能做一些data的这个pipeline, 然后engineering的framework, 这个都是对你的这个开构项目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现, 希望你在未来求职中会有更多的回应, 刚才有位同学说我的回答特别很清楚, 说刚才这个问题问到, 作为前端工程师学习这些, 学习这些前端的这些技术和后端或者全站工程师, 学习python by SQL这些技术, 如果转行学习机器学习的话, 哪一个转行比较容易一点? 谢谢, 那我不是特别理解你的这个问题, 听起来感觉你现在都还不是一个前端工程师, 或者也不是一个后端工程师, 我听起来感觉你想先成为一个前端工程师, 或者一个后端工程师, 再成为这个机器学, 再成为一个machine learning, 哪个转行比较容易? 这个我还真的很难说, 如果你单单从语言上来看的话, 那我会发现, 那我会跟你说你的后端的这些语言, 比如说Python, MySQL, 这方面转成机器学习的话, 可能会更加相近一点, 但是实际上怎么样, 我还真的不知道答案。 然后另外一个是C++的这样一个要求, 是不是对AI engineer的一个特殊要求? 我觉得一个是一级公司, 然后第二点, 我的经验是如果你是做Computer Vision, 然后如果就是这些Computer Vision的公司或者是组, 一般都是对C++有要求的, 因为他们要用OpenCV, 然后就是对C++的这样一个期待, 就是如果是Computer Vision, 你尽量是会用C++。 那同学问上你们的课需要全职学习6个月吗? 还是说要在国内先学些数学和计算机的基础? 当然你要越多的这个前期准备的话, 那当然越好, 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 也可以直接来上这些课程。 我当时的经历就是我在上这个转行之前, 对这个行业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理解, 然后只能强行的就是也花了很多很多时间, 然后也根据就是好朋友他们的这个建议, 然后进行学习。 很多东西都真的是就是在短期内, 短期内就是强行爆发强行的学习。 当然这个并不是一个就是长远的, 或者长期来看可以可行的, 一个是身心受不了这个, 另外一个就是很多东西你还是需要就是巩固会比较好一点。 如果你在国内的话, 一个是非常好, 你可以在线然后来上这个Big Tech的课, 然后没有任何的这个国家的问题,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 如果你有很多的这个时间去学习的话, 那你可以先学习起来, 然后大家再来参加咱们的课程。 如果你觉得早急, 然后也可以直接, 然后我们的这个课程都会有相应的这个调整, 然后能帮助你去学习, 学到你想学的这些内容。 我同学问, 学习Machine Learning是不是一个good way to become a AI engineer? 那当然是的了, 当然了, 就是要学习Machine Learning。 还有很多同学一直在问这个开口上面的这个题目, 说要一个人做还是组队做, 怎么样组队用自己用library, 直接用library还是自己implement, 这个真的就是你可以想尽各种方法去做, 然后需要推荐的就是开口上面他有自己的这个论坛, 然后你可以在上面问问题, 然后看别人怎么做的, 然后你不会做的话, 你就问问题, 然后啊, 可以上帮你解答, 然后你, 你可以直接试一下这个第三方的library, 然后看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如果做得不好的话, 当然可以自己去implement自己的自己的算法, 一般来说用第三方的standard library的话, 基本上就是只能达到一个benchmark, 就是用第三方标准的库, 你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但是你要去拿奖金, 拿到排行, 排到第一的话, 你可能要自己去implement那些东西, 不仅是, 不但可以就是, 就是用更聪明的方法去使用第三方的这些库, 也有可以自己构建自己的这个算法, 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对Big Theta framework是不是有要求, 比如Hadoop, Spark, Cassandra, Storm等等, 对传统的database, 比如SQL, 都可以, 这个具体要看你是在什么样的公司, 比如说像Facebook这样的公司, 他们可能会用SQL用的比较多, 那么你对传统的database了解就已经足够, 让你就成为一个比较好的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了, 如果你在一些像Amazon这样的公司的话, 或者用Cassandra的话, 或者一些startup, 用一些Spark之类的话, 那你就得看他们所使用的这个database是什么样子, 好,我们时间已经到了8点37分, 然后我们再回答几分钟时间, 然后非常感谢大家, 这个今天非常的积极, 问题特别多。 用Python就可以了吗? 还是需要学习其他的语言, Python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入门的语言, 让你就迅速能学到一个可以做Machine Learning 和Deep Learning算法的, 就相当于入门了, 你可以直接开始建立一些模式, Python非常好, 就适合入门, 因为Python它自己本身学出来比较快, 然后公司也比较喜欢用, 大家选用Python的话, 还有一个原因大家发现, 虽然Python是一个比较慢的, 不是一个很efficient的一个语言, 但是它开发起来比较快, 很多公司就认为, 我计算的性能所带来的成本, 和我招人工, 让人工开发的这个人工成本相比的话, 它宁可就是招这个, 这个牺牲一下这个计算性能的这个成本, 反而降低这个人工的这个成本, 为什么呢? 这样的话, 就是如果有一个语言, 大家学起来比较快, 开发起来比较快, 那么人工的成本就降低了, 那么还是能达到同样的这么一个目的, 这样的话, 比用计算机语言本身所带来的性能的提升, 所省下的成本要好得多, 所以用Python, 用Python的话是非常好的, 是一个非常流行的, 一个powerful, 又是非常general的一个语言, 那么要不要再学其他语言呢? 包括C++, 要不要学scalar, 要不要学Java, 等等等等, 这个要具体看, 看你所处的公司, 或者你要开发的产品是什么样子, 如果你的产品, 要涉及到一个大规模的实时的, 这个非常存储量非常大的, 这么一个machine learning的workload, 那么是要学一些比较底层的, 比较底层的那些语言, 比如像C++, 像scalar, 等等等等, 如果你并没有那样的需求, 那你用Python能够解决你很多部分的问题。 毕业生找ML的工作是不是不好找呢? 一般工作要求三天以上, 这不是有两个人找到工作了吗? 只会Java刷题, 该从哪里入门呢? 这个一方面继续刷题, 另外一方面的话, 那你还是要刚才所说的这个, 把数理统计背景和machine learning的这个model, 稍微学起来, 老师比较一下machine learning, 在图像自然语言处理语音这几个方面, 在工业界的发展空间, 现在最近几年的最, 发展最快的还是这个图像处理, 用这个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的方法, 帮我们就是, 突然迅速的提升了这个图像识别的, 这么一个performance, 然后与之相比的, 在自然语言处理和语音识别等等方面, 目前略微落后一点, 然后你要说发展空间的话, 这些发展空间都非常非常之大, 在一个已经成熟的, 在一个成熟的这个machine learning这个领域的话, 那么它的发展空间在于, 怎样去应用这些machine learning的, 然后做一些application, 这是它的发展的方向, 在这些没有那么成熟的这个领域的话, 像自然语言处理和语音这方面的话, 那么它的发展方向不仅在于这个做产品化, 另外也在于它本身这个语言算, 这个是个算法的提升。 这些都是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如果你要问这个各自发展方向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machine learning的领域的, 发展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我感觉就是因为我们在做, 因为我之前实习是在做vision, 然后现在就是在做speech的这样一些东西, 然后对, 因为感觉现在不管是无人车领域, 还是其他的一些领域, 都是这个神经网络在vision领域的一些很成功的运用, 然后但是语音这块, 首先做语音的人就是比较少, 然后现在的整个research的这个, 这个还是比较相对活跃一些, 因为有很多很多问题都是期待解决, 很多领域都是非常非常新的。 对,所以就是包括自然语言处理, 还有语音识别和语音合成, 这些东西都是相对新的一些领域, 就是跟孙老师说的一样, 不管是在research上, 还是在他的这样一些应用上, 都是我个人认为都是比较有前景的, 因为vision它更像是一个视觉化的这样一个入口, 然后这个speech它其实是听觉的这样一个入口, 然后这两个入口都是非常的重要, 然后不管是哪个入口做好的, 都能极大的方便我们的生活, 比方说像siri和一些这个人机交互的这样一些东西, 用语言作为一个接口, 在很多程度上是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如果将来自然语言处理和语音识别能够达到很高的一个精度的话, 像这种什么实时的翻译, 然后我们可能根本就不再需要键盘了, 因为我们一切东西都可以告诉这个计算机它该做什么,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很promising的一个东西, 但是都是一个long turn, 就是很长远的这样一些目标, 所以现在还是有很多困难很多, 很多困难很多挑战都是期待解决的。 有同学问到概率和统计学到什么样的程度, 国内工科本科程度可以吗? 还有同学问这个数理统计的面试题目怎么考, 可以举个例子吗? 这个泛泛的讲, 这个概率论和统计的话, 起码就是把握这个, 比如说随机变量, 随机变量它随机分布, 然后各种这个分布, 然后统计的话, 概率的话还需要学到一些这个条件概率, 贝叶斯概率这个公式, 然后灵活去运用这些公式, 这个是什么样去应用的, 这些都是很容易被出成一些面试的这些题目。 比如说像这个, 有一种疾病, 有一种疾病, 然后有95%的人, 这是他不得这种疾病的, 然后有5%的人是得这种疾病的, 然后呢, 得到这种疾病的人, 有90%的可能性会被, 就是他要去诊断的话, 90%的可能性会被诊断成有这个疾病, 有10%的可能性被诊断成没有这个疾病。 那么如果是一个没有疾病的人呢, 他通过这样同样的这个诊断手段, 他有5%的可能性被诊断成为有疾病, 然后有95%的可能性被诊断成没有这个疾病。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有一个人他被诊断成了这个有疾病, 那么他有多大的概率, 他是真的是有疾病呢? 好,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 一个被诊断的一个条件概率的一个问题, 然后同学回去自己想吧。 当然这个, 这只是一个例子啊, 如果具体的面试里面碰到这个数理统计的这些问题的话, 可能会更加多样一点, 但万变不变, 不变其中还是, 还是涉及到这个数理的这些基本的这些知识, 特别是你怎么样去做, 怎么样去采样啊, 怎么样去算这些概率啊, 啊, 然后怎么样去算这个可信度啊, 这个和我们, 这个和我们这个Machine Learning, 最终做好一个prediction, 怎么样去evaluate这个prediction, 它的这个是, 这个是分不开的, 就是你做好了这个prediction, 说你的, 你的Machine Learning的一个model, 它预测啊, 一只动物, 它是一个啊, 是一只狼呢, 还是一只那个哈斯奇呢, 这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个啊, 一个经典的一个Machine Learning的, Image Classification的一个题目, 然后你就可以啊, 回答就是通过这个数理分析的方法, 啊, 然后这些样的面试是口头回答, 还是编程, 还是现场写公式, 有可能现场写公式啊, 是现场解答, 如果你有可能会在面, 电话面试里面, 他就把这个问题给你读一遍, 自己去解答, 然后告诉他答案是什么, 好的, 时间差不多了, 然后看一下还有, 还有没有同学这个问题没有被答到的, 还是有蛮多同学一直在提问题, 啊, 如果还有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啊, 再给大家这个slides, 希望大家能啊, 呃, 加到我们的这个, 呃, 这个BigTiger的聊天群里面, 然后和我们的这个啊, 这个课, 这个课程的, 啊, 这这门课的负责人呢, 还有我们最早的这个, 啊, 就是一开始的, 然后咱们这个, 讲座的负责人, 大家看第一个, 讲座的负责人和官方公众号, 大家可以啊, 关注一下, 然后跟大家跟我们联系, 然后非常欢迎大家, 后续继续跟我们一起讨论, 然后啊, 如果你, 你现在还不是在这个领域的话, 也非常欢迎, 你能成为我们的同行, 然后啊, 再次感谢大家今天, 啊, 有那么多时间来陪我们一起讨论, 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这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啊, 非常感谢, 好, 谢谢大家, 好, 今天呢, 展座就到这儿, 然后下次再见, 拜拜, 好, 好,